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宝很像在对我笑 你拜托 他才多大对你笑 你对他笑吧 反正我姐好不容易怀孕了 我们都超开心的 不过我记得你姐年纪也不小了 要特别注意 对啊 她就一直很担心 去产检的时候 医生会不会突然讲说 肚子里的宝宝不健康 然后有什么小脑症 还是糖氏症之类的 如果真的是那样 他一定会疯掉 这真的是 所有怀孕的妈妈 最担心的事情了 那如果真的这样子 要怎么办啊 要拿掉还是不拿掉 很难决定 对啊 而且我们身为佛弟子 还要特别小心 不能杀生的问题 可是 想到这孩子 一生都会很辛苦 还要生下他吗 我想到了 之前有看过有人 问法师类似的问题 真的啊 还是我们来听听法师怎么说 或许有帮助啊 好啊好啊 我们来听听法师怎么说吧 确实如果发现 胎里的孩子有缺陷的话 这个对于一个妈妈来讲 是非常为难的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讲 有时候他的检查 只是说有这个几率啊 那么有一些检查 是可以确定的 如果有这个几率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努力的 就是在孩子 还没有出生之前啊 就像都还可以改变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一个沙蜜 他的妈妈 就怀了呢 他那个沙蜜的两个妹妹 送胞胎了 医生检查说 这两个孩子啊 出来一定是唐氏针了 那你现在 趁现在先把他拿掉 好 因为这个妈妈 她学了佛的缘故啊 她把孩子都会送来出家了 那么 所以她觉得说 这样杀生啊 是不行的 于是乎啊 她就 这个认真的 拜颤 认真的诵经等等的 很努力 很努力 而且她对三宝很有信心 之后这两个生下来 非常的健康 而且人尽人爱 后来呢 现在已经在读大学了啦 以前 她小时候还是读我们 福治教园区的学生呢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另外一个学员呢 这就是真实例子 她也是 医生检查说 你年纪大了 你的孩子啊 这一定会有 变畸形的 或是呢 这些像蒙古症 唐痴症之类的 你建议要把它拿掉 她还问我 她问我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例子跟她讲 我说 如果你对三宝有信心的话 你要不要试看看 这样子 试看看 这还没有出生呢 我觉得都还有改变的机会 这样子 你要不要试看看 那么 她一开始 没有把握 因为医生讲的 就是你就剩下来 她一想到后面 她就非常担心了 等她剩下来 真的这样怎么办呢 她就很担心 我说 你试看看 你也是老学院 我想对三宝应该有信心 试看看 后来就认真的 忏悔祈求 回向等等的 做很多扇形了 之后呢 那孩子 生下来非常的健康 她名字还是我帮她取的 她生下来的时候 还照个照片给我看 哇 我们女儿都可爱 就是一团血肉 不是 刚素色的小孩子们 都是很多血 我看一点都不可爱 长大真的很可爱 她每次来法人说 哇 大家都喜欢摸她等等的 那么她也是 她当时如果没问我 就照医生的嘱咐 她就是把她拿掉的 所以 医生的建议有时候只是说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么 我觉得 这不完全正确的 除非呢 真的在那个超音波当中 很确定已经是急行的 好 那这种很确定的时候呢 又分为两种这样子 一种呢 就是说呢 那你就把她拿掉 一种呢 就是呢 不拿掉 不拿掉你就要很大勇气 就是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只要有 杀生的意乐 跟杀生的这个行为的话 那本身确实是杀业的 那如果你不想 你就会说 好 这是我的业 所以呢 我愿意承担下来 这是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 你觉得说 生下来之后呢 真的 对孩子来很辛苦 你也很辛苦的话 那么 折中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回向 回向说啊 因为这个孩子啊 你如果生下来的话 你一辈子很辛苦这样子 你啊 最好不要出生这样子 就是不断不断的回向 那如果这样子 胎死腹中的话呢 那就不算杀生 知道吧 但还是有些 些微的这个恶业了 那比你直接杀生 那么来讲 那个恶业是比较轻的 就是可以 折中方法 你就是回向 那么更进一步的 有些人呢 根本可能对信仰来讲 他有困难的话 那么 这在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这种例子 就是你不得不做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时候呢 建议一个叫 软心造业 就是说 我用一个很强的称心来杀生 跟我用一个 不得不 或者是说 很惭愧心的造业 来杀生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吧 前者 恶业很重的 后者呢 相对恶业比较轻这样子 假设说 真的你觉得 这孩子出生之后呢 他也辛苦 我也辛苦这样子 所以呢 你选择 拿掉 那这时候是带着一种 惭愧心呢 那么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恶业会比较轻这样子 所以 可以按照不同的等级 你来做决定 那以前已经做过了 怎么办呢 那个业已经造的话呢 要能够改变 善业要改变的 透有这个称心 邪剑 会把它毁坏掉 恶业要改变也可以的 透有什么 忏悔 忏悔也可以把它改变的 所以呢 如果你已经 以前造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就必须 透有势力忏悔 要先追悔啦 就用正确的善行来对质啊 并且呢 能够啊 把皈依发布的心啊 还有呢 以后希望不要再造作了 这个势力如果拒组的话呢 那恶业还是可以啊 能够改善的 他恶业不会再赶果的 好 哇 法师分析得好细腻哦 听完我觉得安心多了 对啊 原来大部分检查 都是几率问题 法师说 只要宝宝还没出生 我们都可以透过努力 祈求 回向来改变哦 诶 这样子听起来啊 法师是建议 不要堕胎咯 对 不过法师也很慈悲 了解妈妈们 内心的苦 所以说明了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有两个折中的办法 我知道一个是回向 一个是软心造业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自己拿掉 而是透过回向 而胎死腹中的话 就不算杀生 那如果不得不拿掉 怀着一颗惭愧的心去做 那恶业也是比较轻的 嗯 如果有曾经堕胎 就要赶快好好忏悔 用正确的方式来改善 嗯 啊 法师真是太有智慧了 唉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 广度与深度 也提升我们生命的高度 心灵对话节目 我们下次见 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